98新聞台FM98.1財經一路發 大家發發發 聽眾朋友 我是阮木華 今天各類股裡面 散裝航運的股票最強 你看到玉銘 慧陽 這早早就是今天亮燈漲停的股票 所以現在強勢股都是比早亮燈漲停的 哪一檔股票哪一個類股 最早亮燈漲停就是最強的 今天最強就散裝航運 主要原因這個BDI指數 就散裝運架的波羅的海中和指數 衝上了11年的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鐵礦砂的報價 也在中國大陸出缸 產出刷新歷史新高的情況之下 也往上升 那我們都知道散裝航運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載運的大眾物資 就是鐵礦砂 另外就是黃小玉這些農產品 那衡量鐵礦砂 煤炭 這些原物料運費的波羅的海 海甲型的指數BCI 6月17號更是跳漲了5%多 收在4212點 這是創下5月13號以來收盤的新高 您知道嗎 過去一周漲多少 過去一周就飆漲了45.29% 漲了四成了 快不得今天惠陽 玉明這些股票全部都是早早亮燈漲停 那路透社報導可以運送15萬噸煤礦鐵礦砂的海甲型的散裝貨輪 現在每天平均的盈餘在17號就增加了1672塊美金 達到了每天達到了34930美金 將近35000塊 等於說一天就可以賺百萬台幣了 所以這些散裝航運的航商可以講說是爽翻了 那今天中鴻也開出了內外銷的廠盤價 是平盤高 對不起平高盤 跟連連結到中鋼 中鋼7月的廠盤價也不調了 那中鴻是中鋼集團的成員 今年7月的內銷盤價是平高盤 熱壓跟冷壓產品都平盤 鍍芯鋼品每頓調漲600塊台幣 外銷的部分7月到9月外銷 一產品跟地區分別調漲在40塊錢美金以內 那實際報價則是要看當地行情而定 看起來沒有很強烈的上漲 主要原因當然也是配合政策 那在疫苗的部分 24萬劑的莫德納疫苗下午抵台 是由華航來載運的 那至於說永寧基金會就郭董 能不能進口疫苗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行政院授權台積電跟永寧基金會 各洽購500萬劑的德國BNT疫苗 今天下午郭台銘也跟蔡總統見了面 就是談這個疫苗的事情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呢 積極在爭取採購國際疫苗來捐贈 所以行政院今天中午就舉行記者會了 就表示說政府表示感謝了 也會積極提供民間企業所有必要協助等等等等 就不單是鴻海永寧基金會 連台積電也授權 就是說可以洽購疫苗 好那至於說AZ疫苗打後死亡的人數 似乎是越來越多 這個疑慮越來越升高 新北市再添五人 今天再添五人 而且全都有慢性病 看起來有蠻多老人家 最近開始打疫苗的意願又下降了 主要原因就是說看到死亡的消息 不斷的傳來 那至於說75歲上打疫苗死亡的通報 陳時中的意思是說 台灣的比例是比南韩低 那今天本土病例新增187例 那還是有21個人染疫病逝 所以這死亡的情況仍然是居高的 就沒有明顯的下降 好那台股今天呢 因為排完50調整權重 另外就是副時也調整權重 盤後生效 所以今天尾盤爆大量 加權指集中交易上尾盤爆了700億大量 所以全日的成交總量呢 上升到5349億 那指數在最後一盤被打下來 下跌72點做收益 全日最低點收 收在17318點 不過貴買相對仍然是收高的 上漲了0.25%的幅度 漲0.53點收盤了 收209.91點 而且也爆量將近930億的量 所以今天兩市的量能都蠻可觀的 不過外資今天是連三賣 今天賣超了162億 那自營商跟投信也都站在賣方 所以三大法人合計賣了將近快200億之多 那這個盤市後續怎麼觀察 明這個下禮拜 以及本週的盤市回顧 我們趕快來請教大法國際證券投顧的 洪世哲分析師 黃老師您好 黃老師大家好 黃老師今天這個盤後生肖的富時調整權重 跟台灣50嘛 雙雙把這個指數給打下來 那這種打下來應該也是一日行情吧 今天呢 因為指數還是在一個高檔震盪的一個行情 因為呢 剛才所提到的這個富時指數呢 在調整成分股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指數呢 是沙尾盤拉回 但是呢 目前的一個盤市呢 來看的話 只有小幅的一個跌破五日線 但是五日跟十日的均線呢 還是向上的喔 那指數呢 近期喔 漲到了一萬七千三百點以上呢 幾乎呢 都是呈現一紅一黑的震盪的走勢 但是整體來看呢 還是一個多方的格局 個股表現的行情喔 那這禮拜台股呢 周線是連五紅喔 台股呢 表現得還不錯 不只呢 沒有端午的變盤呢 很多個股呢 在這個禮拜呢 都有表現喔 不論是在傳產 或者是電子股身上 今天呢 一開盤呢 投資人最關心的地方呢 就是呢 看被處置的 2603的長榮 如何來反映喔 那今天長榮的表現呢 先是呢 小幅的開低盤呢 交代一下呢 被處置的利空 紧接著買盤呢 涌入了 把股價呢 拉到了翻筒喔 好運股呢 持續的在吸睛呢 不論是在散裝 或者是呢 貨櫃的一個航運身上呢 但是市場上呢 也沒有因為航運股的一個大漲 而產生排擠的效應喔 其他的個股在今天呢 都有表現喔 像過去呢 跟大家分享的 3707的漢壘 今天呢 又大漲了7% 創下新高 而我們最近呢 布局的 投信的一個作帐股呢 今天呢 也有一檔呢 接棒的漲停 所以呢 現在大盤的一個結構呢 只有不會漲的股票 抢不到資金 有條件上漲的個股呢 基本上呢 都不會寂寞 昨天呢 我們跟大家提醒的 這一次呢 季底投信的個股作帐呢 這個態度呢 非常的積極 因為呢 這一次呢 投信在5月份的一個績效呢 大部分都表現不佳 所以季底績效的一個作帐 压力非常的大 很多的基金经理人呢 都會放手一搏 像最近呢 市場關注的 國劇集團的 相關的個股 6271的同心店 昨天呢 投信了 剛剛的買超 就拉出了長紅 今天又繼續的一個上漲 所以呢 已經措施在 這個本土疫情爆發的時候 剛下跌的投資朋友呢 現在呢 不用再後悔 當初呢 為什麼沒有進場 而是呢 思考呢 如何在接下來的行情 如何切入來操作 那我們今天呢 也趁大漲呢 也逢高獲益了一檔呢 法人的一個作帐股 就是呢 9938的百合 它是屬於呢 歐美解封的受惠股 百合呢 今天也公布了利多 出現開盤的大漲 但是呢 在之前呢 外資跟投信呢 就已經呢 都搶先了卡位 所以呢 當初我們也帶我們的家族成員 一起跟法人布局 那今天呢 趁力多大漲呢 創新高 逼近漲停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獲利呢 全出喔 賣出的一個資金 就是為了繼續呢 操作下一檔的 投信的作帐股 那今天呢 我們在早盤呢 也新買進了 6138的茂達 早盤呢 一進場了 之後 在這個中午的時候呢 就馬上了漲停喔 這就是呢 投信积极作帐的一個力道 在接下來的兩個禮拜呢 懂得把握投信 作帐標利的朋友呢 如果有掌握的話呢 獲利就會非常的快速 像呢 2383的台光電 2481的強帽 以及呢 6576的威風電子等等呢 過去都是投信呢 积极索滿 短短几個交易日呢 就大漲了三成以上 所以呢 这种股票呢 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呢 投資人不用担心喔 航運股 會把資金呢 搶走 現在呢 有條件上漲的個股呢 法人的資金 就會持續的涌入喔 法人既然呢 積極的要在基底作帐了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把握機會 趕快呢 想先的先布局 嗯 好 那今天有另外一檔股票 也是很搶眼的 就是富邦美 今天股價呢 正是占上了1500塊了 然後這也變成台股的 前五強股了 如果說以這個高價股來講 已經排到第五名了 這個富邦美這檔股票 呃 今年的走勢啊 就是一路往上 這也顯示了這個電商啊 真的是 呃 未來的消費主流之一了啦 好 那今天台幣呢 是扁4.5分 收27.81 這個匯價是連4扁啊 最近美元轉強啊 美元指數已經攻到了快92點 所以說相關亞幣呢 呃 這個禮拜走勢都是偏弱的 今天整個成交總量是將近11億美金啊 如果看全州的話 台幣本周扁的蠻多的哦 扁了1.8角 這個扁幅是0.65% 收在27.81 算是比較明顯走扁的一周 當然這個聯動就是美元的強勢啊 那美元強勢跟這個美國聯準會啊 本周的議席會議之後啊 有點轉為鷹派是有關係了 不過美元是不是能中長期走強 不無疑問啊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 如果以K線來講啊 加全值呢 呃 今天日K線是小破五日線啊 那破沒幾點啊 今天收17318點 五日線大概在17320點附近啊 所以說小破五日線 那周K線則是啊 出現了連五紅哦 本周是上漲了105點 漲幅有0.61% 另外貴買值啊 日K線是連二紅 周K線是連二紅 另外日K線是連二紅 那周線呢 漲幅就比加全值來的大 漲幅是1.61% 漲了3.32大點 那期貨的部分呢 外資今天呢 是回補空單了 買超1400多口 所以進空單的流倉部位 有下降到31600多口的情況 那小台持續在加空了 加空1400多口啊 所以小台的進空單上升到 快到9000 快到9000口 那VIX指標今天小幅上升 0.17點 來到17.27點 這雖然說有小幅上升 但是17.27點還是很低啦 仍然是有利於多方的態勢 那台股今天當然盤面上面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散裝航運是最亮眼的族群之外 另外我們看到就是說在電子股 最近也有這個轉強的跡象 像是這個PCB相關的股票 像南電啊 還有就是真鼎 今天表現都蠻亮眼的 那海運股當然還是盤面的主軸 除了散裝以外 貨櫃的像陽明 今天收盤呢是再漲9塊 這漲幅呢達到6.4% 另外長榮今天 長榮今天也是收漲 雖然是被分盤交易 剛剛黃老師講了 今天長榮是漲了2.5%的幅度 漲了3.5塊 收在140塊 萬海還是繼續亮燈漲停板 真的是非常強勢的股票 萬海今天股價已經來到226塊半了 再創了波段新高 尾盤再所漲停了 洪老師這個萬海到底他有什麼樣的魔力啊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去年3月的時候萬海股價是不到50塊 現在已經226塊了 5萬塊錢不到的一張股票 現在一張要20幾萬了 其實這個貨櫃航運的三雄呢 其實都是互相搭配喔 有時候是萬海漲喔 其他的像這個長榮或者是陽明喔 也會跟著在拉台喔 所以他現在已經目前了 除了這個國際的這個運價呢 還是持續的在高檔之外呢 持續上漲喔 這些個股呢 未來的一個獲利還是持續的 看好當然這些 當然變成一個盤面的一個主流的族群 好 那下週我們的關盤重點在哪呢 當然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就是 下個禮拜呢 還有那個季底的一個投信的一個作帳的一個相關的標定喔 是可以特別留意的 就像呢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喔 我們一早呢 在今天一早呢 我們搶進了這個6138的茂達喔 立刻就收到不錯的一個成效 從上個禮拜呢 我們領先布局的像6237的華汛 到今天早上買進的這個茂達 大部分呢 都是圍繞在這個半導體成熟製程喔 要繼續漲價的一個概念股 那今天新聞呢 也有提到了第三季的代工廠呢 會大幅的一個漲價的消息喔 這個我們在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了 過去呢 IC設計的公司漲價最大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代工廠的漲價跟著調漲 那現在呢 代工廠已經決定第三季要大幅的調漲 這樣呢 IC設計的公司就會呢 把握機會繼續的調漲產品的一個售價 尤其是呢原本就非常缺的這個產品 像我們手中的茂達呢 就是市場上最缺的電源管理的IC喔 這也是呢 為什麼法人會選擇茂達作帳的一個原因喔 那當然接下來呢 我們會持續複製這個華汛還有茂達 大賺的一個操作的方法 針對呢投信要作帳的股票呢 先進場來卡位喔 當真呢我們已經鎖定了一檔了 下禮拜準備了要進場的個股 股價呢剛剛拉回到月線附近喔 也是呢最近法人圈呢 討論度非常高的個股 想搶贊呢投信作帳的聽眾朋友 當然就要趕緊的把握機會 尤其是呢已經錯失 當初呢疫情下跌 而沒有跟我們第一時間進場的投資朋友 接下來的機會呢就是要把握 法人接下來會大幅作帳的個股 那當然就是呢 未來是一個個股表現的一個行情 法人作帳呢不會選股本呢 比較大的一個個股 他們會選擇比較有題材 又容易拉抬的 像我們找凡進場的茂達 股本呢才7.3億喔 那今天呢法人永進呢 就馬上的漲停 那這禮拜呢連續四天大漲的 這個6576的威風店子呢 也是在投信呢開始進場作帳之後呢 就一路的拉抬了 雖然是一個高價股喔 但是呢 股本也才6.3億喔 所以股本小又有法人願意作帳的個股呢 就是呢未來的首選了 至於法人呢會選哪一種股票來作帳呢 當然就需要有長跑法說會跟拜訪公司的人呢 才能夠掌握第一手的訊息 一般投資人呢 比較欠缺喔 但是呢沒有關係 股票呢我已經替大家選好了 聽眾朋友都知道呢 我們深耕產業的訊息呢 已經非常久了 所以呢法人在看哪一種股票呢 我們大致上呢都知道 像剛才提到的這一檔呢 拉回到月線附近的個股 就是近期呢 法人高度在研究的個股 現在呢只要懂得把握呢 法人作帳的一個標的呢 那未來兩個禮拜呢 投資人對於賺錢呢 就會十分的有感了 就法人既體作帳啦 這個趕快把五月這個 這個跑掉的 這個破網不是破掉的 跑掉的魚把它撈回來嘛 好所以說這樣茂達啦 這個如果茂達會漲的話 那到底像智新會不會漲呢 好就是說這種電源管理IC 他們其實也大概說 七八億八九億的股本嘛 對 他們其實可以持續觀察 那當然這個投信啊 自營商啊 他們自營部啊 確實這個六月底之前都會有一波作帳行情 所以剛剛黃老師講的沒錯 大家現在目前可以瞄準一些法人 最近開始這個積極在布局作帳的一些股票 因為畢竟這個個股作帳比較容易凸顯績效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投信今天買超的個股 在上市的部分買超是友達群創陽明長榮超峰 這個風車的超峰今天收漲0.3元 最近走勢也蠻強的 另外南地華邦電經濟第一金 星星 不過星星今天尾盤被殺下來 最後一盤是權重的關係 殺跌四塊 但是投信是買超1700多張 另外在上規的部分投信買超核金 漢磊剛剛黃老師講的漢磊非常強勢 最近股價已經供到快九十塊了 另外金財貿達買了將近快一千張 買到漲停板 環球金 景德 玉泰 金可KY 至冠 加高 金可KY最近也是漲翻掉 那外資買超第一名是正星 這個倒蠻特殊的 另外買台灣高鐵 強帽 這個強帽最近也很強勢 這個宏基 蓮牆 萬海 宏景 華邦 電 仁寶跟和索 上規的部分買超第一名是宏大 另外漢磊 新泉 東洋 大疆 元泰 金居 同志 明安跟大學光 同志最近也是用噴的 所以說不管投信或是外資加持的股票 最近真的走勢蠻犀利的 是 所以不管是在傳染股 或者是在電子股身上 尤其是季底作賬的個股 都可以特別的去追蹤 最後我們在追蹤過去 我們看好的一些產業 像鋼鐵股的部分 因為中鋼7月停止報價上漲 當然就有利於中下游的鋼鐵廠 國際鋼價目前還是維持在高漲 可是中鋼的報價比國際還低 會讓中下游的受惠成本 比其他的國外廠商還要低 對於外銷當然就十分有利 像海光或者星光鋼大成鋼都是收費股 至於生技股 檢測的部分我們前幾天就提醒大家 在6月份台灣擴大的檢測 包含今天手管的國產的居家的快篩的刺激 也在食藥署核准使用 因此檢測的相關的個股的6月營收 當然就會很亮眼 當然是要在營收公布以前 就要先把握機會來卡位 今天我們也簡單的分享了 這個未來的一個操作方向 接下來的操作重點就是呢 投信呢 把人記底的一個作帳 就像過去幾天我們在節目分析的 半導體的相關的一些產業 過去呢公開操作的像旱壘 還有合金 這些矽晶圓的一個族群 股價表現到今天呢 都還是非常的強勢 也都是呢近期投信 持續的一個買進的一些標的 但是呢你也可以呢 像我們這樣提早的進場 所以這一次的一個投信呢 作帳的力道會超過了以往 理由呢也跟大家提過了 這也是呢我們接下來 下個禮拜賺錢的一個好機會 像今天呢我們早凡進場的 6138的茂達 已經呢繼續的接棒下去 而最新的這個法人作帳的標的呢 我也準備好了 隨時呢都會出手 像提早呢卡位的聽眾朋友呢 今天就把電話撥通 和我們一起呢下個禮拜同步來進場 好不過現在目前盤後啊 這個盤有點怪喔 這個台子期在美國盤 沒有什麼跌的情況之下 剛剛有一波急殺 目前指數下跌有77點之多 來到17177點 今天日盤的時候呢 是下跌43點作收 大盤跌72點 但期貨只有跌43點 所以逆價差收斂到66點 不過現在目前逆價差擴大喔 因為剛剛一度殺到17162點 現在目前稍微回上來一點 17180點 還是跌了74點之多 所以這個盤有點 這個現在目前的盤後有點怪 為什麼講有點怪呢 因為美國的電子盤是上漲 納斯拉克指數目前漲27點 漲幅有0.2%左右 Event道琼雖然下跌 但也跌不多啊 只有跌45點 跌幅才0.13% 然後S&P500指數同樣的 並沒有什麼跌喔 只跌了4點喔 跌幅0.1% 在美股兩個小跌 一個上漲的情況之下 台子期的盤後 卻是出現了有將近快80點的跌點喔 這是有點稍微怪怪的喔 好 不管怎麼講嘛 我們再看看今天晚上會怎麼發展 我們非常謝謝洪士澤分析師 謝謝 98新闻台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日本股市日經25指數 今天小跌0.2%的幅度 這個是三個交易來持續下跌的行情喔 而且是五個交易來首次失守了29,000點 今天收在28,964點 不過半導體設備股是走高的喔 東京威力科創漲了0.7%的幅度 另外我們看到山井高科技呢 大漲了11%啊 就是創下掛牌上市以來的歷史收盤新高紀錄 主要是EV用馬達的鐵芯加速成長 所以券商看望就調升了山井高科技的平等 韓國股市今天是微漲0.09%的幅度 可以講收平盤3267點 大致收平盤 三星跌0.5% 海力士呢就是下措比較大的幅度 1.6%的幅度 香港恒生指數收漲242點 漲幅0.85% 此外呢 路股上陣指數收平盤 升城呢 則是上漲0.8% 這個新年路股看起來還算不錯的行情 好那這個台灣的GDP最近不管是央行或是主計總處 都認為會在5%以上 那至於說各研究單位 包括台經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對於今年的GDP估值呢 大致上也在5%上下 比如說像台經院是5.03% 此外中經院看的差一點 4.8% 都是在5%附近 所以看起來基本上 這個似乎大家沒有認為疫情 會對於GDP造成太明顯的衝擊 那是真的這樣的狀況嗎 以及我們在產業面上 我們可以觀察什麼呢 我們今天趕快來連線阿文師 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阿文師你好 穆華兄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阿文師你真的覺得 今年的GDP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嗎 因為大家看還在5%附近 感覺起來好像 這個內需的情況 雖然說很差 但是似乎不太會影響到GDP 是真的是這樣嗎 對 我想第一個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GDP GDP有一個重要一個關鍵的話 在所謂的這個民間投資 民間投資它把它增加5.1% 所以消費的部分的話 雖然有疫情 不過沿著上它是減0.99 一個百分點 對民間投資增加很多 那你看今天這個日本股市 不是那個東京威力 那個股票漲比較多 就設備股漲比較多 那這一兩天比較強的股票 是矽金銀的股票 就是像環球金跟合金 對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第三季第四季 整個資本支出 在半導體的部分大幅增長 它有用一個圖 用一個圖做一個對照 就是等於是在第三季第四季 半導體的資本支出 是抖角上揚的 對 那為什麼會加速 可能也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說最近 美國的這個雲端 尤其像所謂的亞馬遜 微軟跟Facebook 在雲端的資本支出 有加碼 加碼的一個情況出來 所以這段時間像維銀 或者是像華琴 他們這些接AMD 或者是接這些所謂的 這個伺服器 這些訂單 股票的話漲得比較多 所以第一個的話是 原則上是雲端的部分加緊 AMD的股價 那那個美股周四最新一個交易 也大漲5%多 對對對 然後馬遜也在 最近也在漲 Facebook的話是創新高 那第二個的話是半導體 因為現在競爭的激烈 然後因為這個蘋果 它去年iPhone估計 就是大概成長4% 但是今年的話大概成 去年成長3% 今年成長14% 這比去年多11% 因為今年的話算 目前看起來 美國這個解封的情況 越來越快 所以原則上 它的一個所謂的 民間消費的需求 有在增加的一個趨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整個下半年的iPhone 的一個成長力 看得比較好 所以整個半導體的資本支出 大幅的增加 對這兩個因素 這樣看起來的話 所以最近的矽金元 漲比較多也有關 然後這個日本的 半導體設備公司 在漲跟這方面 都有一点關係 可是台灣的半導體設備 似乎好像沒有這麼強勁的漲勢 對 因為最近有些消息 就是可能就是疫情 可能就是說停工一天兩天 或怎麼樣 所以包括像金頂 這些型股票 有受到一點壓抑 那尤其重點是怎樣 重點是 這個台積電 這幾天 有轉落了 就是說 雖然它是秒停息 在最後五分鐘 這樣秒停息 但實際上 今天又落勢了 所以因為台積電 不夠強 研發科不夠強 所以它沒有去帶動整個半導體 設備股票的一個拉伸 那您覺得聯發科會轉強嗎 因為聯發科每次到一千塊就落下來 但是到950又往上走 似乎它這一個區間 匣服盤整 它是在等這個除息行情嗎 在等股東會嗎 對 其實現在是這樣是 聯發科我個人認為它本身沒有問題 它的問題是出在就是說 因為中國手機占全球手機 比例是50% 所以中國手機很重要 那中國手機 它的銷售率在4月份 它是衰退39% 那5月份的話 是年衰退31% 所以變成說 4月跟5月不好 那6月份會不會起來 不知道 所以原則上 這個有投資機構的話 把這個手機的成長率 從5%下降到2% 那等於就下降3% 所以聯發科就因為受到這個影響 但實際上聯發科5月的營收 如果月成長 它是成長16% 年成長是成長90% 它沒有像中國大陸的手機是 這個月衰退13% 然後年衰退的話是31% 沒有人家聯發科是 等於說是鶴立基群 但是問題就是 整個手機目前的氣氛不是很好 主要是因為中國這一塊 可能就在手機的部分 還沒有明顯復甦的一個情況 是是 好 那另外您剛剛講說 NVIDIA的股價創歷史新高 對不對 對 這個非常強勢的一檔股票 那當然連結到就是 台股盤面上就是一些 NVIDIA概念股是這樣嗎 對 這個NVIDIA 它在今年的話 大概是賺9塊 但是明年估計15塊 那後年大概17塊 它怎麼會成長這麼多 那一般就是兩個東西 這挖礦的需求當然是強 這是沒有問題 那我想第二個的話 它在所謂的這個能工智慧 HPC的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變成說相關儲取的部分 像所謂的這個 這個NVIDIA的一些概念 比如說以利台為例 它就是挖礦股嘛 它主要是顯示卡 它既然事業單業獲利賺一塊 以前沒什麼賺錢的 現在前事業賺2塊2毛7 那以這個速度 搞不好今年賺個7塊錢 那漢訊不會賺更多嗎 漢訊比較 理論上應該是漢訊漲才對 不是利台漲 對啊 漢訊就不動了 因為漢訊是靠NVIDIA 漢訊的話 它比較屬於是NVIDIA 沒有錯 應該是漢訊 然後是AMD 然後其他大部分都是靠 所謂的這個NVIDIA 理論上如果NVIDIA漲 漢訊應該漲 但是實際上就獲利來看 是利台的獲利比較好 因為它事業獲利 單月的話就賺一塊錢 所以它就拉升上去 那華勤它的法縮位 它就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它毛利率從25%增加到28.3 人家說 你為什麼毛利率這麼多 他說 哇這挖礦挖瘋了 這個所謂的挖礦的情況 讓這個顯示卡賣得很好 所以它毛利率到了揚升 那第二個他說 它未來在製藥中心的部分 它可能會到達成長 因為這個AMD推了一個羅馬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晶片是 Zen 4 Zen 4是叫米蘭 那這個米蘭晶片賣得還不錯 所以它未來在伺服器 製藥中心這一塊 它會成長 這段時間反而滑晴 它的股價表現也還不錯 那主要是因為 NVIDIA的股價一直在持續創新高 帶動了一些所謂的 比如說像這個顯示卡 或者是有關於所謂的匯圖卡 這一方面的一些個別股 股價的一個拉伸 那技嘉 維新這些 主機板股怎麼看呢 對 那我覺得技嘉跟維新也不錯 只是說技嘉 它營收也在創新高很好 所以技嘉比較沒問題 那維新的營收稍微有點停頓 以前它很好 它稍微有點停頓 那反而是技嘉是比較好 所以兩檔股票 原則上我們還是注重技嘉的部分 那技嘉今天大漲7%多 連續第二根長紅 所以原則上它為什麼會這樣拉伸 其實就跟NVIDIA的股價創新高 而且目標價跟目前的市價 可能還有調高14%的一個空間 所以原則上會使這些型股票 表現稍微比較好一點 好 2377的維新今天是第一根嘛 漲5%多嘛 不過流比較明顯的上影線 對 就是沒有這樣技嘉這麼強 因為技嘉今天是紅K第二根了 對 而且是漲7%多 將近快8%嘛 對 所以說阿文斯你的看法就是說 進入到下半年這個板卡 或是說主機板相關的股票 連結到AMD 或是說NVIDIA的相關的概念股 都可以注意了 對 現在問題比較多的是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這段時間理論上是很好 因為1奈米他做一個突破 這是突破物理極限 因為他用個B 加二維材料 那是非常大的突破 所以他的電流的數字 還有電阻的數字是優勢以來性高 那之後3奈米 我大堆要搶貨 因為他3奈米的速度 比5奈米更快 都好消息 那4奈米他還拒絕高通 因為他想這個4奈米優先給蘋果 跟給電話科 他拒絕高通 高通就變來變去啊 對 一下他一下三星啊 然後他又在日本市場 因為日本現在空了 所以變成說 日本如果你能夠把Sony 把其他單子都能夠吃下來 那空間真的是很大 所以台積電理論上的話是好消息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默奕斯登義把 這個所謂的目標價降到580 那降到580 有道理嗎 他主要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他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認為這個資本支出未來三年是 1000億美金 對 所以他現在問題就是說 直舊 譬如說直舊在2020年大概100億美金 但是他認為2021年150億美金 那2022年這個直舊是200億美金 2023年直舊是250億美金 所以這個東西會使得他的獲利 雖然賺很多賺很多 但是他會使得獲利 因為資本支出直舊的問題 對 把他吃掉 那第二個他認為就是說 他現在跟艾斯莫爾在 講的所謂的EUV的光刻機的部分 他的negotiation 談判空間降低了 因為這個三星也來搶 而且三星是用更那個 因為未來本來EUV它是佔優式的 但現在到了2奈米 那個EUV的孔心要更大 那孔心要更大 結果那個三星在很久以前 就已經去訂貨了 那台積電有一點鈍化 就是說應該早一點去訂貨才對 結果被三星搶過去了 所以現在等於說 現在台積電要跟他談判 發現談判可能空間比較小 所以成本會上升 所以你看艾斯莫爾股價就一路漲 對對對 那如果這兩位 艾斯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我們要清一下廣告 那至於說聯電沒有折舊問題 為什麼聯電股價都沒去 你等一下回來問阿文斯 98新聞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們繼續來請教 資深的證券分析師 聯前文阿文斯 阿文斯為什麼聯電一直在那邊盤盤盤盤盤盤盤的 盤了大家都快沒有耐心了 對啦我也是覺得聯電真的是不錯啦 對啊 然後目前28米 其實電影管理理器真的是缺貨 或是FET或是MCU 其實還是在缺貨 所以原則上你可以發現 它的這個訂單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產能利用力 其實都是在100%以上 而且銀售一直在創新高 是真的很不錯 那只是說現在大家對於就是說 有一份研究報告 就是外資之前把這個聯電的平等降下來 它既然是這樣 它認為就是說2022年 它的這個整個這個單價 跟產能利用力創新高之後 它可能這個獲利會降34% 然後2023年會降78%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它是有爭議的 但是問題是說可能有些市場的人 他會去相信這個東西 因為他認為就是說 它這個東西 第一個它擠得出來產能嗎 就是說它目前這個產能 能夠再擠多少產能 你即使在去冰井再怎麼樣 你這個營收產能利用力 100%能夠維持多久 那所以變成說 其他很多人都願意再設28奈米廠 慢慢都要去接 而且大陸有很多的新的 這個所謂的八寸廠 他們就是說等於也有鈣 他們也要爭取這個訂單 所以他們認為就是說 未來只要 這電影管理ICMCU 它的產能鬆懈了 變鬆了 產能的時候 所謂的缺貨情況改善了 那這一改善 它產能利用力就下降很快 所以它那個這個是一個頂峰 那頂峰的話就可能未來 2022年那是明年的事情 大家就會下法34% 或你就下法78% 那現在看起來有沒有這種現象 完全沒有這個現象 還是非常好 那問題就是說 這種東西的話 他會認為說 你缺貨緊繳能夠維持多久 能維持到明年嗎 那一般來講是會認為就是說 這個大家都會去改善嘛 大家都會去想辦法去 去弄這個東西嘛 所以不可能一兩年的時間的話 都緊成這樣子 都缺貨成這樣子 所以明年一定會從頂峰拉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餘力的話 是造成聯電明明 產業前景也不錯 業績也很好 但那股價為什麼沒辦法拉升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那問題是說 就算從頂峰拉下來 也會像那個 外資講的會降這麼多嗎 降到34% 78% 會降這麼多嗎 這個餘力很大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當然你如果要看一家公司的話 那可能你會做很悲觀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評論 所以變成說 每個地方都悲觀的話 一加一加二加三 一直加下去 每個地方都減減減減減 積少成多 減利成合 那一減下來 他就說減少34%的一個獲利 那可能這份報告出來 目前市場上還是有些雜音 所以對他的股價會有些影響 OK 好 不過就我知道得宜的貨 根本就是拿不到 對對對 好啊 不管怎麼說 我們再觀察一下 的確他們最近股價是蠻牛皮的 像聯電 聯發科都是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有什麼樣的體材是我們可以持續注意 我感覺上最近像是四星KY 創意 這個力旺 這些族群的股票 總是蠻兇悍的 對 我想力旺 跟艾卜他們這種股票 就是他會去做夢 然後他會去做夢 如果有沒有實現 看起來他是有逐漸在實現 所以變成就是說 欸 這類型股票 可能就拉升了一個機會出來 那像力旺 既然他的股價還能夠再 創歷史新高 這個也是 讓人家覺得說 整個這個 所謂的這個 愛去設計的股票 或者是整個半導體股票 其實表現 好像不是那麼OK 但是力旺卻表現的這個股價的話 是表現那麼好 其實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像這一類型的股票 它的獲利確實有在成長 就是去年是9.31 今年是15塊 明年有人估計要20塊 所以他確實他有獲利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東西叫 非發性的所謂的記憶體的細製材 這個東西主要是要做防衛 或者是做 讓人家不要去複製 因為現在複製太簡單了 所以變成說 他對這個機密就有幫助 那這個的市長有20億美金 那他可以爭取更多 這就是一個想像空間 那或者是像艾普就是說 人家3DIC是 這個所謂的記憶體 是用垂直堆疊的 但是他的那個小晶片 CPU的部分的話 是用小晶片 但是他是用垂直的 結果他的功效 比人家多五倍到六倍 他可以講出這個故事 所以變成說 他們有一些所謂的這個 讓市場覺得說 他有Imagination 所以變成他的股價 就一個拉伸 那這就回過來 我們剛才所講的說 包括是現在說什麼 飛騰可能 可能在CPU的部分 可能會被開放 那這個是未來的事 但是我覺得創意這個故事的話 可能就值得我們去探討 因為創意他是台積電的 算承投資 之前的股價表現 並不是很好 最近很強 但他在所謂裡面 講了一些觀念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很好 第一個NRE叫 維多設計 以前是磁品 它現在是個位數成長 有成長了 第二個重點是 未來就是我們講那個3DIC 就是要把一個單晶片 本來都塞在裡面 塞在裡面現在把它分科小晶片 做3D堆疊 這個叫chip rate 叫小尺寸的封裝 結果他拿到IP 5奈米跟7奈米 因為第三季比第二季的營收成長29% 加上這個體材 所以他就有想像空間出來 所以跟著所謂利望的腳步 慢慢他的股價 在最近的表現 也稍微比較好一點 對呀 以前創意股價超牛皮的 最近還蠻乾脆的 從5月中的300塊 漲到今天已經400塊突破了 對 那您剛講說3D封裝 這些未來的趨勢跟發展 其實也少不了IC載板 對 那您怎麼看南電、景碩、欣欣這三家 其實從以前我們就看好欣欣 或是看南電這個載板的東西 因為載板以前有一段時間 是因為台積電它做散出 做散出是希望輕薄短小 那輕薄短小就不用載板了 所以大家投資都沒有人用 那最後的話 大家都血本無歸 所以載板那時候 投資的量就很小 對 但是現在因為高運算 一定要用載板 還是從載板改成叫COAS 就一定要載板 沒錯 因為你的面積 本來6成6公分 變大 10到10公分 你的載板可能6成 你現在變成16成 變成20成 甚至台積電的28成 你的層數變厚了 你的面積變大了 那你當然要用載板 你不用載板 你這個怎麼 這個音收電路網 無法承受 你一定要墊一個東西 就是要墊載板上去 所以載板又復活了 但是以前大家不敢投資 因為投資都虧錢 新興就一直在加碼 對 所以他現在就一直投資 一直投資 所以AMD 他就那個蘇媽 就說 我本來可以把所謂 Intel爭取更多的業績過來 就是缺乏載板 而且載板被Intel 新興的載板 被Intel包走 對 害我找不到載板 不然的話 Intel被我打死了 哇 我實在很生氣 要找南電 對對 那現在南電 如果300萬顆給他 那搞不好 AMD的成長力更高 因為AMD第一季的 支架中心成長一倍 對 但是 但是Intel是摔在14% 所以這個趨勢就告訴你 AMD很有競爭力 只要他載板沒有問題 他會攻城掠地 所以載板 他還是有空間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講 你說載板很好很好很好 畢竟他要投資要成本 對 所以他還是要客主折舊 那畢竟這種東西的話 他是印刷電路板 他是屬於印刷電路板 其中的一種 所以變成說 他本來的毛利率 就是在那個地方 他也不會像 IG設計公司都說 那個獲利是無限大的 對 他毛利比較低一點 大概兩層左右 對 他很好很好很好 但是你長多他還是會休息 因為他比較沒有想像空間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力望 想像空間20塊30塊 但是你說這類型股票 如果說10塊 把它擠到12塊13塊 有可能 你要把它擠到15塊16塊 很難 他的那個毛利低 是不是也跟良率有關 對 當然 投資就是要有 有所謂執就 然後新的東西 因為你要做 20層版 28層版 面具要擴大 那你一定良率要低 聽說現在 宰版很多的良率 都兩三層而已 很低嘛 對對對 就是說 這個我沒有正確數字 但是一般有時候 新聞在寫的時候 就是這個良率 有時候不到三層 那不到三層 那當然做出來 一定是 不是很賺錢嘛 所以營收會一直創新高 但是獲利呢 那獲利這個東西的話 有時候就不太敢保證 因為這是良率的問題 好 那另外 建核心最近股價也蠻強的 是電動車相關的 在充電樁啊 或者端子的部分 是也可以注意嗎 對 其實電動車雖然 我們說 那個 Tesla在大陸 曾經有一段時間 摔退五成 不過他 五月份 衝上來了 其實他雖然摔退 但是其他的 什麼這個 小鵬汽車啊 那些所謂未來汽車 其實是大成長 大成長 所以整個電動車 其實它的架構 是大成長 它是大成長 那充電樁喔 群取的充電樁 其實喔 2020年到2025年 這個充電樁的 富有成長率是32% 是32% 很驚人啊 那是一直在建設 一直在建設 兩年就被翻了嘛 但是現在重點來了 就是說 充電樁有很多概念 台大電 那台大電 它就是太好的公司 股本也比較大 所以它的活潑性 就不是那麼高 那你如果投資信邦 它很雜 它很雜 但是建和新 雖然那獲利的那個數字 就45塊 不是那麼高 但是它就一直 營收創新高 一直營收創新高 一直營收創新高 所以變成 營收創新高就漲下 營收創新高就漲下 然後又想到 充電樁 一定要裝嘛 那電動車成長那麼多 如果沒有充電樁 就可能會受制 而且大家都花錢在那個 你看那個拜登 他是要做50萬 現在搞不好4、5萬而已 他要做50萬 所以這個空間很大 而且它是充電站 對 它整個工程的話 是比較大一點 所以原子上 那個商機的話 是蠻大的 那當然台大電是社會最大 那是股性的問題 那飛鴻呢 飛鴻當然技術也很強 只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營收 收堂獲利 可能重要 像那個建額星 它穩定度比較高 所以建額是 公布營收創新高 那飛鴻可能過去 它有些人會覺得說 它不是手機 這個按鍵的那個 薄膜或是什麼 它是做那一方面 大家的印象 可能沒有把它focus聚焦在 充電站的部分 但它這一方面很強 它在充電站技術很強 它蠻早就介入了 對 比如說很多人可能 對它的概念 還停止在手機 按鍵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好 那也要看它後面 EPS能不能上來 對對 這個才是關鍵 好的 非常謝謝阿文師喔 幫我們做產業的分析 謝謝阿文師 謝謝大家 拜拜